歐瑞強日前衛主持的節目 舉行了一個經典重溫音樂會 請來江華和麥杰文夫妻檔二哥會友 還有力章和梁樂彤兩位新生代歌手一起演出 Albert最希望就是眾多經典好歌 可以身火相傳流傳下去 有兩個身後輩 我很開心 因為這些經典的歌 我覺得怎樣可以一路拔牆下去 就是一定要有些後輩傳承下去 譬如你有一些舊的歌給陳百強的歌 陳百強今年就是小小三十年 即是說這些後輩 他小小的時候他們都未出生 但他們為何會唱他的歌 為何會繼續追隨 所以我今天這個節目 都會有一個陳百強的小特輯 梁樂彤除了獨唱之外 還有機會和Albert合唱 心情興奮得好像中了獎 我記得我跟家人說 我跟Albert很緊張 我跟Albert合唱 然後我爸爸立刻 Albert是不是拿著結他那個 我爸爸很喜歡他 我覺得很威猶 我可以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前輩合唱 你有沒有這張照片 幫你給爸爸看看 我要偷偷地傳上親戚的群組 我真的覺得 為了學業 為了不忌你上 逼予丟低這份愛 明智不可以再分開 分開不想接受心愛 我永遠諷刺自身於四海 你不愛 你是你是我的障礙 結婚多年一直很恩愛的江華和Kipman 每次出來都是好冤氣公然灑花窗 這當然也不例外了 說到和女女陳祥天的相處趣事 江華更是大嚇老婆燥 我沒甚麼辦法談 不知為何她… 別人跟你談你不談 她說我今天不理睬你 你不理睬你 你很小的兒子 真的不懂得說 你才跟她談 不懂得說 別人的女生才說 我不理睬你 她說不是 一個大男人 六十歲的人都說 我不理睬你 這樣 反而還同 你不理睬她 她有沒有跟媽媽談 但你又說 怎麼又這樣 她經常都跟媽媽談 她一睜大眼就說媽媽媽媽媽 搞得我都沒有忍頭 你知不知道 沒有地位 沒有地位 家裡好像透明 甚麼都跟媽媽說 又不跟我說 哪個女生 她才 入獄 不見 人 敬埃 說